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来做分享 然后今天分享的主题就是说 如何基于LikeClient 还有林志正名的方式 来实现一个无特权的角色的跨链 然后我是来自于Map Protocol Map Protocol本身我们在做的就是一个基于LikeClient 还有GKP来实现的一个 完全去中心化的一个全链的技术测试 然后希望有更多Dev 所以6G做全链的Dev 可以基于Map Protocol来进行一些全链应用的开发 那今天的主题大概就是说三个部分 第一个可以介绍一下当前主流的一些跨链机制 然后第二个这边详细来分析一下 我们Map Protocol就是如何基于LikeClient 还有GKP来实现的一个全链互操作 第三个我们也可以来探讨一下 就是基于全链的技术设施 我们怎么去做一些新型的一些应用 OK 第一个我们来说一下主流的跨链机制 首先就是说在现在这个QR链这个状态 首先跨链是一个刚需 本身除了以太坊之外 目前肯定是多链并存的这个状态 然后基于这个跨链的这个应用 我们就可以打破这个QR链之间的这个信息的孤导 然后多链之间实现这个消息的通讯 同时呢其实本身也可以去扩展 比如说以太坊和类似处击的这种方式 也可以提高QR链的性能 但是我们现在可能要看到的就是说 目前呢基于跨链其实它的安全性 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边呢就列了一些这个统计的就是 21年22年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 基于跨链的一些攻击事件 其实那这里面能看到就是说 跨链这种安全的事故呢 一个就是说它发生攻击以后 产生的就是攻击的金额都是比较大的 然后呢这里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呢 其实主要就是两类 一类呢就是这种合约校验的问题 比如说比较典型的像这个 我们后这种合约漏洞 或者NOM的这种里面的一些 合约验证的一些促使值的设置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千零校验的问题 这种可能比较典型像RUNY这种 这种因为多千的用户私钥的泄漏 或者wormhole这种 提到这里其实主要就是 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 就是说现在主流这些跨链技术 可能它带来它本身的一些设计机制 上的一些实现 然后其实都跟这些攻击 其实有一定的关系的 然后现在我们通常来 按照这个实现机制的方式不同呢 把这个跨链分为大概三种这种实现方式 一种就是说一种工人的机制 这种可能是我们比较容易理解 也比较好实现的 这种应该是这种外部验证的方式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哈希实践所 哈希实践所可能其实用的相对比较少一点 它是这应该是一种叫本地验证 就是说我这个使用者自己来验证的方式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中级跨链 这种可以称为原生验证 就是说它是基于这种轻客户端的实现 来去验证这个对端链的发生的跨链交易 因为它本身是基于轻客户端 那么相当于就是类似于跟它本链 来继续验证的方式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是一种更去中级化的方式 那我们后面可以针对每一种机制 我们来分析下跨链它的实现的流程 第一种我们可以说一下哈希实践所 因为这个能用的比较少 然后实现方式其实它本身就是用的哈希函数 因为我在首先会把我的最终的兑换做一个哈希 然后传递给对端 然后加上一个时间锁 然后要迫使对方在一个一定的deadline 这个时间锁范围内来提标一个证明 然后当它证明被确认能够付款的时候 由接收方再把最终的证明提交上去 来获取到对端的token 这个里面因为现在用的主流的跨链桥里面 就是Siberity在利用哈希实践所的方式来实现 它实现的基本流程就是说 比如说我当我一个用户 首先会把这个token转给这个部署在这个原链上的这个contact 然后它中间需要这个Siberity的它的节点 在获取到跨链的数据以后 使用发送方设定的一个哈希索 然后在目标链上发起这个交易 然后在目标链上上链以后 由发送方在原链进行这个交易的确认 等到这个交易确认以后 最终这个Siberity的节点 在目标链上来确认这个相关的交易 是大概这么一个流程 其实这个里面可以看到 就是说哈希实践所的执行过程中 它其实依赖的就是说 通过哈希还有实践所的这个限定 来实现一个跨链 其实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然后第二种就是公正人机制 这种就是可能大家最常见到的 也是比较好理解的一种方式 因为它本身其实是一个中介 我们讲在跨链的时候 那我从A链到B链 就是这里面我从原链到目标链 那核心的目标呢 是我要在目标链上能够知道 这个在原链上确实发生了那种跨链的交易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公正人他起了作用 就是告诉目标链 OK 这个原链上确实发生了某一个交易 但是呢因为他的可信性完全是由这个公正人他的信用进行背书的 那这个公正人呢可能是一个也有可能是多个 所以他整个的这个安全性全依赖于这个公正人他的可信度 相当于目标链呢就只能无条件的信任这个公正人 那根据这个公正人的实现 其实也在做很多的这种优化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这种单签的这种公正人机制 这种方式呢 就是说公正人呢 他是一个独立的节点或者一个第三方机构 对所以这里呢就是说可能这个公正人不仅仅是一个节点 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一个 是一个机构来进行这个公正 然后公正人呢在整个跨链交互过程中呢 他去监听这个跨链的交易验证 最终呢把这个确认的交易提交到这个目标链上 这种模式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就是我们在使用交易所进行跨链的时候 因为这种单签的方式呢 可能大家对他的可信度都有一些怀疑 所以在进行这个改造过程中呢 就引入了这种多签的 其实就是说还是利用公正人的方式 但是公正人呢变成了一节点或者是一个联盟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每个公正人 他都是有一个密钥 就是一个这个账户 这个时候可以有一定比例的公正人 比如三分之二的公正人 他对这笔跨链交易进行确认以后 这个交易才能有效 那他本身就弱化了这种单签的 这种中间化的风险 也有更高的安全性 因为比如说如果某一个节点 他发生了私钥泄漏 不影响可能不影响整体的安全性 但是这个因为他的依赖前提 依然就是要对这一组公正人 要相对比较信任 那这里就是给了一个大概的 这个多签的这种方式的证明 这个流程 就是所有比如这里面的有三个节点 那么他同时呢 对某一笔交易来进行签名发送 最终如果他们所有人都认为 这个是确认的 是个处最终在目标链的这个合约上面 就会去进行跨链的执行 除了这种多签的方式之外呢 还有一种就是这种分布式的签名 其实也就是MPC的方式 实现方式呢 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组公正人 那可能就不是每一个人的 有一个私钥了 而是把这种私钥 接片以后分发给了所有的公正人 这样的话每个公正人其实 只拿到了这个密钥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时候任意一个节点 他是没办法去做签名的 那么只有当超过预值的这个公正人 都对这个这种跨链进行了确认 他们在链下会进行一个多方安全的一个计算 最终呢 通过他们链下的计算 可以增成出来一个完整的 基于这个私钥的一个交易 最终呢把这个交易发到对方的链上面去 相当于来说因为他的密钥呢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呢安全性相当于会很高一点 但是像ModelCain 他用的就是当MPC的方式 但之前其实ModelCain 也会出现过这种问题 可能主要就是因为在MPC的计算过程中 后面因为他出现了两个随机数相同的签名 最终就把这个私钥被攻击泄漏了 所以就是在这个里面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安全风险 然后OK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大概的方式 然后还有一种 也是工作人的方式 但是可能他在设计上会把结构设计的更优化一点 就是LayerZero 就是也是目前一个比较火的一个跨链的方案 那LayerZero它的主要的思想呢 就是把整个的跨链的角色进行了一个划分 在整个这个里面 它会包括这种所谓的端点 endpoint 然后它主要是针对链上的跨链服务 就是这个里面的endpoint 然后引入两个链下的角色 一个是Layer一个Oracle 当它进行跨链的时候 比如说用户在链A上面发生了这种跨链交易 这个时候呢 这个交易同时会触发 让Oracle去发起一笔交易 这个Oracle呢 因为本身是一个预言机呢 你可以认为是一个 类似一个公众人的机制 那它会把这笔跨链相关的 包含着这个区块头的信息 传递到链币上面去 然后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角色 这个Layer会把这个跨链交易 对应的这个proof 构建一个跨链交易的证明 提交到这个链上去 那这个证明呢 会去跟Oracle提交的这个区块头 来进行比对 如果满足这个proof的验证的要求 那么链币上面就可以认为说 在链A上面有这笔交易发生 那这个LayerZero的这个机制呢 它其实设计的安全前提是 这个Relayer和Oracle之间是不能共谋 就是说两个人是互相不知道对方 那然后呢Oracle因为作为一个 比如类似Chinlink这种预言机 那它相对又是比较可信的 因为它提供了区块头以后 我就可以验证这个跨链这个消息 是这么一种方式 本质上来说呢 其实也是依赖于就是Oracle的这个可信 然后除了这种公众人的这个跨链机制之外 然后还有一类就是这种终极跨链 我们说这个终极跨链呢 基本的逻辑呢 就是说我是基于这种原生的亲客户端 部署在对端链上面 因为本身亲客户端呢 它的实现的逻辑就是说 我基于最少的区块的信息 因为通常情况下比如就是区块头的信息 还有它的共识的逻辑 就可以去验证这个链上面的区块 还有相关的里面区块里面包含的交易 或者是状态信息是不是对的 然后呢我们根据实现的方式呢 其实可以说有包括这种同购的跨链 还有异购的跨链 就是同购的话 其实就是说我两个链 它两个共识的方式是一样的 那么我在进行共识的验证的时候 就是对端之间可以有一个 比较简单的验证方式 因为它们的验证机制是一样的 那一个跨链可能就是说 我每条链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共识 那在这个验证的过程中 我都要根据对端的它的共识的机制 来进行它相应的验证 就是每个上面都有对端的一个亲口端 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通过这种亲口端的方式呢 我们也可以继续优化 引入这个零制证明 来降低亲口端的链上的验证的复杂度 同时呢可以做Gas的优化 这个后面我们可以去介绍一下 像基于这个亲口端的 第一个比如说那个Ringwood 它本身实践了 Near和以太坊之间的这个 亲口端的跨链 那它这个跨链的方式呢 就是比如我在Near上会部署一个 以太坊的一个亲口端 以太坊上呢会部署一个Near亲口端 同时呢会有链下的这个relay程序 会把对端的跨链 区块投信息 还有这个跨链的交易提交过去 来对端进行原生的验证 然后比如说这里Ring Bridge这个实现过程中 其实就涉及到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链上去实现这个亲口端的时候 因为它是通过智能合约去做的 那智能合约可能我在实现一些这个验证的过程中 因为比如说一些哈希算法或者签名算法 智能合约里面它没有提供这种所谓的编译合约 本身实现上可能就会比较复杂 同时可能消耗大量的gas 所以像Near和以太坊这个Ring Bridge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它部署在以太坊上的这个Near亲口端 因为本身呢Near用的是ED2519的这个签名算法 以太坊的智能合约不支持ED2519的这个预编译合约 所以呢其实在它的实现过程中 这一端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亲口端的验证过程 而是一个我们说应该是一个乐观 跨链的这个方式一个博弈的过程 然后对端从以太坊到Near 因为Near这边提供了所有的预编译合约 它就可以去实现以太坊的这个亲口端的验证 这个Ring Bridge呢就是一个两个链之间的 一个异构跨链的方式 然后呢我们后面比如说这个Cosmos 它呢就是一个同构跨链的一个方式 这个同时它是一个多链的方式 所以呢就是在多链的时候 它有一个这个Cosmos Hub 那么所有的这个跟它进行跨链的这个Cosmos的这些链 都是去跟Hub进行跨链 而本身呢它是一个同构的 所以呢这些这些区块这些链和Cosmos的Hub这个链 它用的就是TendMint 同样的这个共识算法 那么同实现的是同样的这个亲口端 只是说可能是每个链上的这个 区块信息是不一样的 然后在这个同构的基础上 然后把整个这些抽象出来一个IPC的通讯协议 然后来实现Cosmos之间的这个跨链 这个核心就是说这个IPC的通讯呢 其实就是一个基于亲客户端来验证 对端之间的这个区块 还有这个数据的方式 这有一个IPC的一个大概的通讯的机制 这个细节我们因为关于亲客户端的验证 我后面可以基于Map Protocol 来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探讨 然后一个呢就是波卡 波卡本身也是一个多链的一个同构跨链 然后它核心呢是一个中继链 然后呢其他的平行链 跟它通过这种亲客户端的方式来进行验证 波卡的它的跨链消息呢 它叫那个XCMP 所以在那个XCMP的实现的逻辑里面呢 就是说relate chain它起到的是一个relate的过程 relate的一个作用 当从一个平行链A到平行链B的时候 把链A上面的发送的交易打包以后 在relate chain上面进行相应的验证 那其实这个他们的验证机制呢 也是基于这是一个亲口端的验证方式 这里也讲了一个这个XCMP的一个流程 因为在这个relate chain里面呢 它引入了比如说这种收集人还有验证人 那验证人本身呢 也是属于relate chain的一个wide editor 所以呢它在这个过程中会有 比如说链A和链A它有一个专门的 out的一个消息对列 然后会把这个marker的这个数据 传递到这个中继链 中继链再把它放到 发给这个链B的这个消息对列里面去 然后呢就是MyPortico MyPortico呢是一个多链的 基于这个亲口端的一个全链的一个方案 那这里给了一个MyPortico一个总体的架构 当然这个图呢就比较复杂 所以我在后面呢 就是针对MyPortico的实现 会有一个比较更细点的这个解读吧 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一步步的看出来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复杂的 这么一个结构 然后前面介绍了就是现在呢 常用的几种跨链的机制 就是包括工作人的方式 包括哈伊斯坚索 包括中继 基于这种亲口端的方式 那这里呢 我以MyPortico来讲一下 如何基于这个LightClient的方式 实现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 全链的互操作 MyPortico呢 本身它是基于亲节点 或者亲口端 再加上这个零支证明来实现 它的目的呢 其实叫希望能够完全的去中心化 没有特权角色来参与到这个跨链里面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的像公众人啊 这些里面 它都依赖于这个公众人的可信 在Portico的实现呢 方面呢 其实整个MyPortico是包含了三层 一个是协议层 它提供了最底层的这种权链的 验证的基础设施 然后呢有一个服务层 服务层呢 基于这个底层的这个基础设施来实现 链链之间的这种消息的通讯 再上层呢就是这个应用层啊 我们可以来分开来进行一个解析 那这里呢我可以仔细的来讲一讲 就是如何是通过这个轻客物端来实现 这个跨链的流程 那我们要去讲这个如何实验这个轻客物端 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就需要去了解一下 这个链的共识的流程 因为本身一个轻客物端呢 它是要基于这个链的这个共识来进行实现的 这里给了一个就是Map的这个共识算法 因为Map呢是一个post链嘛 所以它的实现的流程是跟比如类似 Cosmos啊或者是BSC啊这些post链 它的流程基本上一致的啊 但是每个链因为本身它的签名算法啊 它的这个选举算法可能是略有不同的啊 但是总体逻辑是类似的啊 那我们在讲它的共识算法一般呃就是说分成两块嘛 一块是选举算法 就是由谁来选出来谁来出块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出块的算法 就是选出来这些人他就怎么来出块啊 所以post呢那首先就是说 嗯它是一个基于sticking啊 来选举这个wide editor 会选出来一组wide editor 然后呢在一个固定的周期里面 一个epoque里面 这些wide editor是保持不变的 那等到这个周期结束这个过程中 他们会进行重新的选举 然后到结束以后 根据选举出来的下一个下一届的wide editor 他们再继续进行这个固块 然后这个出块的算法呢啊 其实这些wide editor呢 就是基于一个BFT的这个共识来进行出块 要求呢就是超过三分之二的wide editor 对这个区块进行签名才能确认啊 同时呢是把这些所有的签名做了一个聚合 放到了这个区块的头里面 而在一个我们说这个周期结束的时候 最后一个块会把下一个周期选出来的这些wide editor的信息 也放到这个区块头里面去 那么这样的一个流程呢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清洁点的一个实现方式 这个图呢就是给了一个map的一个清洁点的一个实现的一个示意 那么首先呢我肯定是需要一组已知的wide editor的信息 那么这个已知呢可能要么就是说是创世的一组wide editor 那么它会包含在这个创世区块里面的 或者是我是基于某一个高度开始 那么我的前提就要求这个高度之前的那一届的wide editor 我们是已知的要把它作为预置到这个啊 清客户端里面去的 那其实这个信息就是这些wide editor的这个公钥信息 那有了这个这一届的wide editor以后 当有新的区块来的时候 那么我首先只需要去校验这个区块头的一些基本信息啊 这里面可能包括gas的消耗啊或者是些比如说它跟啊 副区块的这个比如特尼哈西啊什么的 这些等等的一些基础信息的验证 嗯更重要的就是说我要基于这些wide editor 已知的wide editor的这些它的公钥的信息 去验证这个区块里面包含的签名 同时要保证这个区块的签名是三分之二以上的这wide editor做的签名 那么在这个签名验证的情况下 我就可以认为啊这个区块头是可信的 同时就是当这个epo结束的时候啊 我会验证这个epo的最后一个块头里面包含的这个新的wide editor的信息 那因为呃我会用这一届的wide editor的签名去进行验证 那因为这个头是可信的情况下 那么它里面包含的wide editor的这个信 新的wide editor的信息也是可信的 我就可以把它拿过来用来去验证下一届这些区块头的信息 那么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呃 迭代的过程一届一届的往下更新啊 就可以相当于通过这个清洁点就可以去验证任意一个区块的有效性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基础的一个信客宫的实现 那么有了一个这个呃呃区块头 就是信客宫端那个区块头的验证以后 那我们怎么去验证一笔这个交易呢 啊其实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呃 比如说这个区块头里面这个结构的一个设计 这里给了一个就是一个标准的呃就是 map也好或者是弥的一个区块头结构 那这里面可能我们在进行这种验证的时候 核心的其实这三个字段 一个是CityRoot 一个是ReceitRoot 还有一个TransactionRoot 这三个Root其实就是三个MPT数的这个数的根节点 我们进行宽来验证的时候 要用到的就是这个Receit的这个Root 那ReceitRoot其实就是把所有的交易执行以后的收据 作为MPT数的节点构建成的一个MPT数 那我在进行验证的时候 就要用到这个相关的信息 那具体来说我们怎么来做这个验证呢 因为我们如果做过这个合约的开发 或者是可能经常使用的话 我们在正常的去判断一个交易 能不能正常执行的时候 其实是要去看这个交易有没有产生相应的event 我这边图上就给了一个就是浏览器里面 我们经常能看到的一个event的信息 这里其实是两笔Transfer的这个event 就是有了这个信息 我们就知道里面这个交易里面发生了 从这个原地址到目标地址的指定数量的 这个token的转账 那对应的token呢 就是这里面给到的address 所以呢我们在基于新过端 基于验证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验证这个交易的event 它是不是存在的 那这里面就牵扯到这个event 这个整个的数据结构 这个event呢 是包含在这个交易的收据里面 这里给了一个我们一个正常 一个交易收据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那除了这些跟交易 它本身相关的信息之外 本身这个收据里面包含的基本信息 就是大概这几块吧 包括这个交易的执行状态 包括它号的guess的这个信息 还有核心的就是这个logs 这个logs就是这个交易日志 那它本身是一组 那每一个logs呢 它其实这个基本结构就在这里 每一个log其实对应的就是一个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event 这里面比如说这个address 对应的就是这边发生的这个交易 对应的address topic就是这边包括transfer 包括这里面index的这些topic OK所以呢我们要基于清货端进行这种验证的时候 怎么去验证这个交易日志 当然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区外头的验证 那么基于这个清货端的这个验证呢 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头是不是正确的 那么有了这个区外头以后 我们就可以拿到区外头里面这个receipt root 这个收据的跟节点 然后呢就针对需要验证的交易的这个收据 去构建一个MPT的proof 基于这个proof我来确认是不是 这个交易的recept是不是对的 当这个recept的收据是对的情况下 我就可以去解析这个收据 去获取到里面包含着这些event 然后去进行相应的判断来做后续的处理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实际基于这个新客户端 来进行一个交易验证的一个过程 有了这个一个验证过程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我们要去构建一个多链接的这么一个跨链 对基础的方法可能就是我需要在多链 每个链上要部署对应的这个新客户端 那这样的话N条链就需要N乘N的这个新客户端 这样当然肯定不管是这个部署 还是维护还是实现都是很复杂的 所以工程化的角度 我们都会基于一个reli庆 这也是比如Cosmos和波卡 为什么要有一个reli庆的这个原因 Map本身也有一个reli庆 有了这个reli庆以后呢 就会把整个这个新客户端之间的跨链 就大幅度的降低了复杂度 这样的话就是所有的链上面 比如说以太坊啊 或者是其他的Flow or Near这上面 都可以去部署一个Map的亲客户端 那么只需要部署一个Map亲客户端 它用来去验证Map上面的交易 而同时呢在MapReli庆上面 我会去部署各个链的亲客户端 然后用来验证这些链跟Map之间的这个跨链的通讯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N条链 其实就变成了N个亲客户端的方式来进行验证了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个关于这个这个链上这个亲客户端的实现的问题 因为我们所有很多链呢 它有不同的这个里面用到不同的免学的算法 它的哈希它的签名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包括比如说EDL519的这种签名算法 包括可能BLS12381聚合签名 或者是这种比较Black2啊这种或者下3啊这种哈希算法 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要去在链上去实现这个某一个亲客户端的时候 可能会要用到这些哈希或者签名算法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相应的预编译合约的支持 所以呢在MapReli庆上面 针对其他的链 它可能会用到的这种哈希还有签名算法 都预制了这个预编译合约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有了这些必编译合约以后 基本上来说 我就可以把任意一个链的亲客户端 部署在MapReli庆上面去 有了这个基础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分析一下 就是说我是这么一个基于这个亲客户端的一个跨链流程 它里面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过程 这里给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一个常见的一个token的跨链 我从以太坊最终跨到Near上面去 那第一个我首先在以太坊上面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Vault合约 要把这个用户要跨的这个100个UIDC要锁进去 那锁进以后呢 它本身就会有一个lock事件发生 这个事件呢是在以太坊上面的 相当于就告诉大家 OK这里面Alice已经把100个UIDC锁进去了 有了这个事件以后 我们有一个链下的这个角色Messenger 会把这个事件 还有它这个事件的对应的Proof一起打包 发给了这个Map Relation 那Map Relation上面这个Vault合约在处理的时候 就需要用到Map Relation上面部署的这个以太坊的亲客户端 来进对这个Proof来进行相应的验证 因为这个亲客户端验证如果能通过 我们就可以认为它就可以相信 这个事件确实已经在以太坊上发生是存在的 那我就可以去进行后续的 因为这边lock了 我在这个链上就可以相应的比较Mint 相应的token 然后最终呢 因为我要跨到Near上面去 我可以再去Burn 产生这个Burn的事件 那同样的过程 这个Burn发生以后 我会有Messenger再去把这个事件 还有它对应的Proof 打包以后发给Near 那这个时候Near上的这个Vault合约 同样的我就可以去调用Map Relation 去对这笔交易进行相应的验证 去证明 它这个事件是不是发生了 那有了这个事件以后 我会拿到里面对应的 它原生的一直从以太坊 它可能整个的这个发生的这个信息 在这里进行处理 如果验证OK了 我就可以把先应的这100个UDC 发送给最终的目标的用户 那整个这个过程呢 其实就是一个基于新科学端的 一个跨链的流程 所以这里看到就是说 我的跨链验证是基于 每个链上它部署对应的Like Client 然后上面这层合约 就去调用它进行验证 所以呢 刚才讲的 除了基于下面的Like Client这一层呢 就是Vault这一层 把它叫做这种MOS MOS 它是一个利用亲客户端来进行跨链消息 或者是Token相应的跨链操作的这层合约 那么在这层合约呢 它会去接收用户的调用 然后呢 同时去验证 其他链上发过来的这个跨链消息的有效性 基于Like Client 然后基于刚才这个过程呢 我们现在再来看 就是说Map Protocol的这个三层的这个设计 那么刚才讲的 最底层呢 就是一个Porticle Layer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这个最底层这个Porticle 我提供的就是部署在各个链上面 它的亲客户端 同时维护亲客户端同步的一些角色 比如说这个所谓的Maintainer 然后还有对应的一个中继链 然后有了这个底层的这个基础设施以后 在中间这一层就是所谓的MOS 那么它会根据实际的跨链需求 可能是针对比如说消息跨链的合约 或者是Token资产跨链的合约 或者是数据跨链的合约 同时呢 也有针对这个跨链 它的这个消息的同步的这个角色 就是Messenger 然后再之上呢 就是一个应用层 那么我们应用层呢 就可以基于这个MOS这一层 提供的这个相应的跨链的服务 去调用来实现我们 完整的一个跨链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都是基于这个 亲客户端去进行验证 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一些角色 比如说Maintainer和Messenger 我们对它是不需要信任的 因为如果它出现了作恶 那么我们基于亲客户端 是可以验证出来的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提到的是一个无特权的 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 这么一个跨链的机制 基于这个三层的结构 最终看到的这么一个结构 就是刚才给出来这个图 中间的中继链 然后它的三层 然后每个链上都有相应的 三层的这个结构 来实现了一个完整的 一个全链的一个跨链应用 刚才讲了就是 整个这个基于亲客户端的跨链的流程 但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注意的地方 因为亲客户端我们做到完全的去中心化 但是因为在这个链上的亲客户端合约里面 也需要存储大量的这些 或者是去外头的信息 相对来说它的盖子消耗会偏高一些 同时正常跨链的时候 我需要去做签名的验证 还有MPT proof的验证 所以整个的验证的过程也相对消耗盖子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工作 就是说可以对它来进行一个先用的优缓 这里我们就可以用灵智证明的方式 把签名验证 还有这个MPT验证的过程 比如通过这个SNARK 来做一个链下的这个 灵智证明的这个生成 那这样的话 链上的亲密验合约 我就不需要存储这么多的信息了 同时呢 我在链上也不需要去验证它这个签名 而只需要去验证这个proof 这个灵智证明的这个数据是不是对的 这样就可以节省大量的这个guess 也可以做到更多的这种链上这个亲口端的这个通用化 然后刚才讲了就是Metapolico 他基于这个亲口端 那还有这个like enter的一个全链的一个实现的方式 那后面呢 我们可以其实可以 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就是说 这个全链的技术设施 给开发者或者未来的就带服的一些一个新的 应用的方向 那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有了全链以后 我们会去有一个 UM链和EQ链的兼容 来实现不同的EQ链之间的这么一个 五缝的跨链 这个是由他的基础设施 我们就能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有了这个全链以后 当然我们通过更优的这个SDK 然后让有一个更通用的这种消息跨链的方案 智能合约呢 调用可能会更加的便利 然后同时 因为有了这个全链的旧设施 我们会有一些新的应用的使用的场景 也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开发者可能一个新的机会吧 那有了这个全链以后 我这里面简单列了几个 比如说因为我们有了这种全链的跨链 我就可以有一个这种全链的一个状态的共享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比如说当实现这种跨链 swap跨链桥的时候 可能会有可以做到一个统一的流用性 提高资金的利用力 然后呢 比如说也可以有可能是全链这种IFT 或者是全链的这种DID 来消除多链之间的这个身份的差别 尤其是地子系统不一样造成的问题 然后基于这种全链 我们可以来实现这种跨链的接待 A链上质押的代币 我可能在B链上来进行接待 也是一种提高这个资金使用率的一种方式 或者是这种收益聚合器 全链的收益聚合器 然后去寻找不同链上这种收益的机会 然后呢 这种去中心化的这种支付 因为当我们支持的多链 多token 这个时候在不同链上的token 我可能在进行支付的时候 就有了一个更好的这种去中心化的模式 这是可能我简单列了一些 这种常用的使用场景 然后我这边要讲的差不多就这么多 然后这里给了一个二维码 就是这是我们技术社区的 因为我主要是讨论一些全链的一些相关的技术 大家有兴趣吗 可以参与一下 刚才非要讲的这个也很全外了 我主要想讲一下 这个项目的话 就是像全链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用过去的那种想法 或者过去看到的成功的这种大配的业态来看的话 好像这个就是 好像反倒是在增加这个开发者的成本 对因为以前开发者在一条链上做了之后就OK了 但是呢 其实如果我们再去站在比如说四年以后 或者说三年以后 两年以后的那个 下一个比特币减半以后的那个流逝来看的话 然后基于全链呢 我们可以做出很多新的玩意儿 新的花样出来 对 就我可以在应用方面多举一些例子 然后这个 当然我相信我说出来的肯定也还不够酷 然后不够就是让人脑洞大开 但是我可以说一些影子引一下 就比如说像这种全链的借贷 那这种现在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所有的借贷 都是在用稳定币做 那稳定币做的话 这个其实 其实很多时候呢 如果这个稳定币不是要出换成法币的话 其实稳定币都是一个中间野台 最终他还是要拿这个稳定币 再去买另外一个币质押之后 那全链的话 比如说现今的我们现在 CFX 然后一直在暴涨 那这么一个情况下呢 我们可能手上拿的是另外一个公联币 然后呢 我们 但是呢 我们可能就是把它直接抛了呢 又觉得不太合适 然后呢 在这时候就可以把那个公联币直接质押 然后质押之后可能打五折 对 然后就可以直接借出像CFX 对 然后像这种场景 对 还有就是像这种 链间的这个数据的这个调用 链间Oracle吧 链间Oracle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就是像去中心化的衍生品 然后都需要链间的那个就是交易数据对吧 尤其很多去中心化衍生品现在都开始关注这个蓝成文FT的这个价格 根据蓝成文FT价格呢 然后去做一些新型的创新的衍生品 那这种的话就是而且呢 因为当下呢就是SACS的这个SACS还是存在危机的 所以啊就是有长远打算的这种去中心化衍生品的取数据呢 也开始从那个就是去中心化交易所开始取了 那这样的话就是他选择一条链去部署这个去中心化衍生品的话 那其他链上的这个交易数据呢 像以前的方案的话就大家去找陈林肯 陈林肯呢 然后这个数据呢是有二一性的对吧 然后他是那个好几个节点 然后大家看完之后取一个平均数 那这个平均数呢经常是不准的 这个不是经常不准的 就是每次都不准的 然后不准呢 你在如果做这种衍生品的话 你再把它放一个放一个放大个倍数是吧 放大20倍放大50倍放大100倍 然后这样的话就整个的这个 就就就就这个就是去中心化交易所 就会有插针的事件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很多时候呢 就是像陈林肯这样的呢 就很容易被那个就是预言机攻击 对就是你主要就是这个去中心化衍生品交易所 敢做大 然后呢就是就就会有一帮人 然后去做陈林肯的那个节点去质押币 反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在那一刻插一个针 然后在那边 在那个去中心化衍生品交易所里面 然后再再去做一个空或者做一个多 然后一配合 然后就所有的事情就完了 对 那这样的话就是 因为MapRetrope呢 就是下阶段已经支持了这个 不光支持偷控跨链跟那个LFT跨链 然后我们也支持这个数据跨链 数据跨链就是还有就是智能合约的跨链组合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就是像刚才说的这个场景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场景 那现在的话就是我我现在就有好多的衍生品交易所的 这个去中心化衍生品交易所的项目方 然后然后都都希望就是MapRetrope推出这种服务 但是呢 呃 坦率的说 因为MapRetrope整个是做底层的这个项目方 所以的话对这种中间层的服务都特别不擅长 我们也非常就是呃希望就是在呃就是培训过后 然后有有想做这个业务的这个团队 或者说个人如果可以做的话 这个技术就是做这个业务做这个服务的话 然后像这种然后都可以来找我们啊 就是还有就是像那个呃像一些全链支付 就是像这种服务对 然后就是任何dap如果不想在其他链上发 然后只在一条链上发 但是呃用户可以用任何的币来付款啊 啊对 然后这种的话包括就是刚才讲的那个 就是智能合约的那个跨链组合 来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全链构建的一个网络 然后这些呢就是智能合约的跨链组合 我到现在还没想出来有就是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dap出来 但是我我我感觉是很酷的啊 对那未来的话就是当然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然后就说如果就是在在听的各位 如果谁想做这些东西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是准备呃应该这两天就可以发发出计划 就是一个开发者的一个扶持计划 然后我们会提供这个启动的资金 然后还有就是啊市场宣传 包括就是资本的这个资源 然后包括交易所利息的资源 然后就是一起来把这些东西都做出来 然后对 然后这是就是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乱了啊 就是有几个团队已经开始这样在做一些我刚才提的这些点啊 另外的话就是vap rate to call的话 所以我说这个全链的话就是啊 我们就不会就说紧紧去啊只支持这个分布式账本 那现在的话我们跟那个fail calling就是fail calling 它是分布式存储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做啊分布式计算的一些账本啊 像那个就是呃当下就是做分布式计算的一些账本呢 就是还不太有名气啊 对但是呢呃我认为就是接下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啊 就是然后呢就是跟这些现在也在做这个对接的工作啊 那未来的话vap rate to call就是把这种像以以太坊为代表的分布式账本 然后啊以fail calling为代表的这个分布式存储 还有正在发生的这些分布式计算的这些网络 然后就是这些这个l1嘛 然后都串联起来 串联起来之后呢就会呃最终呢会形成一个就是在 就是形成一个web3的一个均衡器类似于云计算的 然后呢就是实现一个呃真正的一个那个就是呃 全链的一个就是服务网络 就是跟所有的其他的这个三个类型的这个l1 然后以此呢就是我认为到时候呢真正的那个就是呃 真正的web3应用然后才会爆发 那那时候就是像这种呃要做IA计算的呢 有有或者说有前端就是前端呀 或者说中心化程序需要跑的话就可以去分布式的计算 然后呢就是仅仅是需要金融的话在以太坊啊 BSC这些对吧 然后存储的话就去failcoin这种 然后那这样的话一个dap呢就可以把自己的功能分开 然后就是像我们现在就是在web2搭建一个服务器一样 然后搭建一个服务一样 然后就是去分门别类的 然后去做做了之后有web protocol 然后来做一个就是啊呃链间的一个就是消息互通吧 然后基本上就是我们是这么一个定位 那这个项目的话就是从那个呃19年的年初吧 差不多开始做啊就是立项 然后到那个上个月就是在春节之前呢 就是算是上线了对就是上线了 当然的话就是还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工作要干 比如说这个跨链浏览器啊 就是还有一些啊就是啊 先前端的一些工作吧 对啊那那过去四年我们就是就就只扬发了这一件事情 然后呢就是下一个四年了 我们就是去跟那个开发者还有社区一起 然后去建设map protocol 然后把它的生态然后繁荣荡 哦我就就就问一下一个那个场景 就刚才那个呃您是基于那个呃跨链那个资产的一个呃例子 呃跨链那个资产做了一个例子呃阐数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呃这个跨链资产 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协议或者说这个项目 它是否自己需要建立一个资金池要有一定的深度 然后才可以让两个就是说在两个链上的呃一个 资产得到相互的一个呃兑换或者转换是需要一个建立一个资金池吗 呃对的就是原则上是需要的对呃那那像那种就是说这种就是尤其是优 优的话是是需要的对 那么就是说如果他是需要建立一定的那个资金池也要一定的深度 那么的话他的就是说呃每次兑换的话那么呃每次跨链的话 他就是还是有一定的额度的限制这样对吧 就是说还是呃由于那个深度的一个限制导致他跨链的一个额度也会限制 是的是的啊呃是的是的就是说这种我我相信您问的是一个就是跨链桥的一个呃啊对就是一个金融的一个场景 对就是做一个dex啊这种金融的一个场景对呃是有有这方面的对就会有你说的这个情况 嗯那有没有就是说那种可以基于原生的一个呃直接从一个币呃呃跨链到另一个币 然后另一个币的那个原生直接mint呃发送给那个呃收接收的有有那种方式吗 对对对就usdc就是circle在那个去年然后想推这个方案 但是呢就是现阶段因为美国对稳定币的监管啊就是这个方案现在 然后circle就没有没有再继续就是最近没有动作就是circle的circle就circle如果circle推成功的话 就是推出来的话就是您说的这个这这个方案就中间不需要usdc在各个链这个跨链啊就不需要这个再去做那种 就是兑换池了okok了解所以这个事情是有来于就是发行方然后来做就是对你好我是这样一个问题哈 因为我们现在基于sircle的搭建了一个呃一条链然后呢我们现在准备在年底下借用跨链的技术和桥的技术 我们想达到其他链的一个呃流程但是我目前还不太清楚这个整个流程怎么去操作这边有什么建议吗 呃我想问一下就是呃你们为什么选sircle呢呃一开始呢我们有几个方案一个是以太坊呃第二个呢是solala 第三个是sircle然后呢因为我们后期我们定到sircle的原因呢就是它属于一种平行链的一个概念和中继链的概念 所以我们就是做的时候呢就选择了这个东西明白你们是应用是什么应用因为你们用sircle的肯定是个专属应用链吗 你们做什么应用呢呃我们是基于基于这个链的形式我们用于在呃澳极市场的交易 金融交易啊啊AI智能的交易对啊哦哦对啊我们用用这个技术主要是用区块链的基础用于追踪每笔的投资还有基站哦OKOK就是现在现在的一个现状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就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customers正在互换那个亲客户端的跨链的技术标准 然后呢但是substreet其实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因为substreet那个卡槽的话然后他还在拍卖嘛就还要钱然后就而且就只有六个月没一届然后就是整个的整个就特别复杂啊就是对 所以我们现阶段暂时没有去接那个就是呃pokadot的这个计划而且呢就是他他虽然pokadot可能就是很多人就是可能可能觉得他是跨链但是呢他仅仅是他的这个呃substreet发链工具发出去这些链之间的跨链就是包括customers customersubstreet就是apokadot都没法连通这个主流的这些分布式账门其实对因为我我们现在的节点还我们现在的节点还没不不在那个三我们是基于他框架来做的嘛啊然后你就是觉得他发链比较快嘛是吧就是他做发链啊我觉得我建议你我不知道你们还能不能改能改的话 我建议你看一下那个ok称ok称呢他是用那个用那个叫什么嗯哦他是用特的命就是customers那个就是做的但是呢他他也支持eVM然后如果你们如果能做成这样的话就是你你自己开发肯定也方便就是支持eVM第二呢就是这样的话啊就可以通过mepretical然后连接所有的这些主流链了对就就呃这个这个叫什么东西呢呃ok称啊 ok称啊ok是是okok旗下的吗对对对ok也是旗下的对他是用那个customers那个发展去做的对Customers SDK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还是能找到的嗯但是他也支持eVM支持eVM啊主主要是我们目前的业务已经开开开始启动了对所以我比较希望的就是基于Cyberstreet有相对应的一些呃跨链的话那我推荐你 一个吧就是基于Cyberstreet的话好像你没有更好的如果已经用Cyberstreet的话你就用他那个offer chain work然后那个呢有点半区中心化 然后呢他是相当于就是把那个validator把你的validator当成那个mcc节点去扫那个其他链上的那个观察那个链上的数据做见证人机制 然后读到你这个链上观察以太坊观察BSC是一个半区中心化的但是比那种纯mcc的会好一点对因为他速度快一点对吧对他毕竟是这些他那个mcc节点是这个链的validator 然后呢就说从自我自我作恶的动机上来讲的话代价是稍微有点大而且呢就比较难以协调对 嗯嗯他这他他这需要的就是花费他的那个呃他的token对吧 啊啊啊你说什么最需要的是花费他的token啊比如说我这边跨桥过去比如说用波卡的生态跨过去的话 肯定肯定是要交易嘛这时对每次都会把那笔交易对